作家马丁有一句话 真正的自律不是往外 而是往里 一切的自律 本质上都是思维上的自律 唯有思维上自律起来 外在行为的自律 才会变得水到渠成 下面和大家分享 四个思维自律的方法 帮大家把自律变成一种 习惯 克制自己 纠正别人的欲望 云青玄曾说 白露立雪 云人见露 聪者见雪 智者见白 不同的人 处境不同 立场不同 对同一事物的看法 也不尽相同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两个人去爬山 一个人爬到了山顶 看到了大海 而另一个人 只爬到了半山腰 却误以为是山顶 他们回家以后交流 第一个人说 山顶的风景是大海 另一个人却硬说 山顶的风景是树 最后 谁也说服不了谁 闹得不欢而散 要知道 不是所有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不懂你的人不必要解释 懂你的人无需解释 有一天 画家张大千在英国办画展 为了有更好的展示效果 他在结束收笔时 口含清水 均匀地喷在画纸上 原本略显呆板的牡丹 立即变得灵动起来 此时 一个人愤怒地说道 原来中国画家画画 就靠喷口水 大家转头望着张大千 但他只是笑笑 事后 有人问他 您用的明明是冲墨法 为何当时不解释 张大千说 我为何要同他争辩呢 若他对中国画有了解 我倒愿意切磋一番 人与人之间本就不同 认知层次不一样 一味争辩 结果都是在消耗你自己 哲学家舒本华说 在和别人交谈时 要克制去纠正别人的冲动 真正自律的人 往往都是成熟的 理性的 他们深知 不必在这些事情上浪费时间 专注提升自己 才是最有力的回击 永远不要停下 前进的脚步 一书中 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在村子里的小学女教师 不顾父母和七大姑八大姨的疯狂反对 执意辞职考研 他说他不想在二十多岁 就活成了六十岁的样子 结果他没有考上 第二年 他仍然坚持继续考研 这次未婚夫 全家也以婚事来威胁他 放弃考研 他没妥协 但二战又失败了 这位姑娘仍然没有放弃 他扛住了身边的冷言冷语 三战考研成功上岸 他说在等待和煎熬的日子里 我越发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了 女孩的这段经历 让我想起我毕业那年 一位教授对我的教导 我给不出你一个万无一失的成功法则 但我能告诉你一个失败法则 永远尽力取悦所有的人 你的人生从来就不是活给别人看的 你人生的价值给由自己去实现 活在别人的期待里 就像把自己置身于一只没有船桨的木船 摇摆不定 随波逐流 永远也找不到前进方向 杨将曾说 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别把他人的质疑 背负在自己身上 也别把自己的未来 托付给他人 一只站在树上的鸟 从不担心树枝会突然折断 因为它的底气来源于自己的翅膀 一个心中有光的人 从不害怕别人会突然冷淡 因为它的温暖来源于它的自信 每天都要给内心减负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 有时候一天下来感觉心力焦脆 特别累 细细想来 似乎又没有做很劳累的事 总有被掏空的疲倦感 想太多 就是折磨自己 公司之前来了一个新实习生 所在部门的主管坐视严谨 每一份文案主管都会细细推敲 严格把关 一个文案改三五回 是家常便饭 几次下来 他就开始心慌了 开始忧心忡忡 每天上班 我都感觉自己像个失败者 一直在担忧一些没发生的事 这个方案不行 下个方案甚至还会被毙掉 被毙掉的话 同事会不会笑话我 领导会不会开除我 万一过了 是不是也只是侥幸 以后是不是就没这么幸运了 这些问题一直盘缓在他的脑海中 还没开始下笔 他就累得不行了 不久后 他就辞职了 后来 一次在茶水间同事们提起他 都觉得很可惜 说 挺有潜力的 仔细打磨 很快就能独当一面 不知道怎么就辞职了 很多时候 阻碍你行动的 往往不是未知的困难 而是你多余的想法 认知突围里有一个成长 机会曲线 表示每个人生阶段 都要经历漫长的积累期 一个人 如果把精力都放在了瞎想上 自然就没有力量走出第一步 这样永远达不到触发机会的条件 只能一直停留在原有的圈层里 而人生就像脚底的路 走下去才会有延伸 所以 做人心大一点 别总是为难自己 凡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工作没做好 是领导不靠谱 关系没处好 是同事有问题 性格不好 是源于原生家庭 很赞同一句话 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一想就通了 从别人身上找原因 一想就疯了 反省自己 是一个人最难的自律 体操冠军杨威曾在采访中说 国家体操队有一面长3.2米 高1.5米的耻辱墙 墙上贴着国内十几家媒体 对体操队的批评报道 在耻辱墙的上方 悬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 握心长胆念五月 刻骨铭心为零八 层次高的人 遇到事情 都是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他们把外界的种种批评 当作自己成长的养料 不断地去分析自己的不足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 积累经验 明代大学士徐浦 自幼天资聪明 读书刻苦 他在书桌上放了两个瓶子 分别装黑豆和黄豆 每当心中产生一个善念 做了一件善事 便投一粒黄豆 相反 若是内心有不好的念头 言行有过失 便投一粒黑豆 如果黑豆多黄豆少 他就不断反省 并激励自己 凭着这种持久的约束和激励 他不断修炼自己 完善自我 忠诚德高望重的一代名臣 懂得自省 是一个人成熟的必修课 一个成熟稳重的人 必须学会反省自我 发现自己的优缺点 通过省思 我们可以调整行为 避免犯错 自省需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保持清醒的态度 时刻检讨 自省之后 还需要改进自己 使内外修养更加协调 一个能够自省且乐于改进的人 可以不断完善自我 获得成长 这需要勇气和毅力 但结果会让人生更加充实圆满 自省是一生的课题 从未有毕业的一天 让我们从今天做起 花时间静思 找出自己要改进的地方 通过反复的自省与修炼 我们的人生之路也会越走越光明 唯有向内归因 才能向外成长 你有多自律 就有多自由里有这样一段话 自律的意义 是凭借强大的意志力与坚持 去制定一套属于自己的做事原则 去建立稳定规律的节奏和秩序 只有这样 一个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自律并不仅仅意味着变美 变瘦 还是一种生活态度 是自我管理的能力 所以我一直认为 思维上的自律 远比身体的自律更重要 每天和自己对此话 从内打破 向外生长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别离那些人抛弃